近日,媒体报道了7月中旬第75集团军某防空旅,在某型高炮去年裂装后,首次对地面目标进行实弹射击,而且是在没有雷达指示目标的情况下进行的设计。 从图片来看这款高炮应该是90式双35毫米高炮。高射炮用来实弹打击地面目标也说明了中国的防空主力,已经以防空导弹为主了。高射炮基本上已经到了淘汰的边缘,以后就以地面目标为主了。 90式双35毫米高炮是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研制的牵引式高射炮,方至于瑞士的GDF0020双35毫米高炮,因此具备自动化程度高,射速快低腰点,可以在4.5秒内做出反应,并在2秒内打出40发炮弹。 由于配备了先进的红爱和雷达跟踪系统,使得该炮具备极高的抗干扰能力,最大探测距离为40公里,能够打击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巡航导弹等目标。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想要拦截战斗机是很难很难了,随着中国军力的不断发展,大批先进的防空导弹,弹炮结合系统,以及自行双35毫米高炮列装部队,效率低下的牵引式高炮能够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 而且要对这些高炮进行现代化的升级,也需要花费巨资,牵引式双35毫米高炮,由于机动性太低,只能进行阵地防御作战,用来防空的话,敌方可以绕过防空重点进行突袭,效果不会太好。 况且当前中国本土的防空压力已经降低了许多,中国空军的现代化水平也走了大大的提高,不管是战斗机还是防空导弹,都处于世界一流了,足以将敌人在进入我国境线之前击落,就实施双35毫米高炮,几乎已经没有应武之地了。 而我军之所以保留牵引式的高炮,一是因为之前欠仗太多需要慢慢补上,一次性大量换装更先进的武器,不符合客观规律,只能慢慢进行。 二是因为要适当保留一些以备不实之需,因此九十式双35毫米高炮,很可能会更多的用于地面目标的打击。 但是打击地面目标的手段已经很多很多了,实战条件下除非迫不得已是不可能拉着目标庞大的高炮去打地面战的,预计用不了多久九十式双35毫米高炮就会退居三线了。 专到民兵手里提升民兵的战斗力,还是很有用的。 高射炮打地面目标一方面证明了中国军事发展非常迅速,防空手段更多而且更有效了,同时也说明了中国空军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美国军队早就淘汰高射炮这一落后的防空武器了,高射炮也只能应对一些低烈度的空袭,什么时候九十式双35毫米高炮彻底在一线部队,淘汰中国空军,才能算彻底完成了现代化中国军事的发展。 任重道远,九十式双35毫米高炮虽然在中国防空部队中地位尴尬,但也并非一无是处,这些高炮退役后也可以继续迈到其他防空实力较弱的国家,据悉该炮已经出口到伊朗、印尼等多个国家,能够满足中小国家的防空需求,本文有火气营原创,抄袭必揪,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